歡迎各位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作為今屆卡塔爾世界盃的奪標熱門阿根廷 他們在分組賽的首戰將會在週二旁晚上上演 對陣亞洲代表沙特阿拉伯 沙特目前在國際足協的世界排名第51位 較目前排名世界第三的阿根廷 排面上的實力差距相當巨大 而且目前阿根廷正處於五連勝的火熱狀態當中 最近五場國際賽事 合共攻入了19位入球一球不失 令人民風喪膽的他們 今場對著實力明顯較弱的西大阿拉伯 要取得今屆賽事的開門紅 相信絕無問題 擁有可能是今屆最後一次參加世界盃的球王美斯阿根廷 絕對是今屆卡塔爾世界盃萬眾觸目的焦點 而看回他們在世界盃南美洲區外圍賽 阿根廷取得11勝6和的不敗戰績 排在巴西之後以分組賽第二名的身份 取得決賽州的入場券 而目前 阿根廷更處於各項賽事 連續36場不敗的強勁勢頭當中 主帥史卡朗尼在上任後 為球隊帶來全新的變化 如今阿根廷具有很強的認罪力 以及積極的鬥志 陣容方面他們的結構完整 在進攻端保持鋒利的同時 也能夠有很好的創造力 中場方面也較以往攻守平衡 而在後防線上表現相當平穩 他們在今年的6月 與應屆歐洲王者意大利 踢了一場州制決賽 結果那場球 他們以3比0輕鬆擊敗對手 而在自此以後 阿根廷接連安排了幾場 比較輕鬆的友誼賽 才是以5比0輕取愛沙尼亞 再接連以3比0 分別擊敗洪都拉斯和亞馬加 最後在幾日前約戰亞聯誘 以5比0是輕取對手 不過阿根廷雖然近況火熱 但他們都有一些相併的問題 在此前有份入選的佐亞昆哥利亞 和尼古拉斯乾沙利斯 都分別因傷退隊 由安祖哥利亞和亞馬達所補提 不過這些陣容轉變 對於由美斯領導 配合迪馬利亞 納豆路馬天尼斯 尼辛道馬天尼斯等骨幹組成 阿根廷 遊戲這麼長球 對著曾經4次參加世界杯決賽 都在分組賽止步的沙特阿拉伯 要取得開門紅 相信是沒有太大的懸念 至於這麼長球的亞洲代表沙特阿拉伯 他們在世界杯亞洲區外圍賽的表現 是相當出色的 其中取得七勝二和一負的戰績 力壓日本以小組手名出線 不過他在卡塔爾世界杯的抽籤當中 抽籤結果不算太順利 在C組的沙特 將會聯同美洲競女麥西哥 奪標大熱阿根廷 以及由利雲獨夫斯基領銜的波蘭同組 所以沙特阿拉伯要在C組中成功特位 難度頗大 此外 沙特阿拉伯在力界參與世界杯決賽當中 都算是賠飽分子 雖然他們在1994年首次參加決賽周 就取得16強出線席位 但他們自1998年之後 四次參與世界杯決賽周 都在分組賽出過 而且他們在這四屆世界杯裡 都先後經歷過大敗 在98年就曾經以0比4不敵法國 02年的時候就以0比8大敗在德國的腳下 在06年的一屆 沙特就輸給烏克蘭0比4 而在上屆100年的俄羅斯世界杯 他們就以0比5不敵東道主俄羅斯 雖然這屆卡塔爾世界杯在西亞舉行 對於同樣來自西亞的沙特來說 算是稍為有利 在氣候上較為適應之餘 同時湧等過來觀賽也較為方便 算是佔有半個主場之理 然而這些場外因素 都並不能抹去沙特在本身實力上 與阿根廷存在的巨大差距 以主力球員艾多沙利為首的沙特阿拉伯 那麼長對陣在勇球王美斯的阿根廷 看來要以取得入球 避免大敗為首要目標 我是阿斌 多謝各位收聽 好球不等人 馬上下載M直播 收看精彩足球籃球賽事